MG 就化妝時間了 其實我平時是不會化妝上學的 因為我放了學 通常都沒什麼做 就直接回家 學校就見同學 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化妝 但今天呢 我就有些東西要拍了 就會化化妝的 我現在大家看看 都是選一些極自然的14.2 有帶 沒帶的分別 平時那時候我就會 五 六隻精華在一起擦 好了 現在襯我面上 有我平時最常見的三種暗瘡問題 順便拍了那條 即是我怎樣解決暗瘡的問題 那條影片 因為都差了大家很久了 現在出現在我面上 大致上有三個狀態的瘡 石頭瘡 暗瘡人 這些偏紅其實都幾新鮮 但之前是更厲害 更深色很多 第三就是這顆m 我真的很開心 它生在這些暗角位是看不出來的 先說了這個石頭瘡 之前就聽QQ介紹 就去了日本買這個 25 Medical Cream QQ稱它為暗瘡的催生膏 塗在上面 按按按按按 按到它沒有色為之 兩三天你正常都會 穿出來的 第二就是有濃的瘡 如果不想你的臉 像月球表面一樣 千萬不要摺暗瘡 其實我上學都不是對遮瑕要求很高 因為我平時真的貼到沒有臉 暗瘡貼的上學 我現在正在試這隻 我用了很多粒 它會送上鉗鉗的 這些大顆的暗瘡有濃 我通常不會遮瑕 因為越整越壞 我就直接貼暗瘡貼 好像多層保護一樣 可以抵抗暗瘡菌增加 最重要是可以吸濃 直接貼下去就算了 它真的極薄 就不會像貼太厚的話 不知為何它有一邊會飛起了 你可能會再塗多一點 雙鞋蓋在上面 但當然你不要預期到 它會完全透明隱形 因為它始終會有厚度 第三就是很煩很煩的暗瘡印 因為之前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怎樣去暗瘡印 是挺有效 因為我是用果酸 令到角質會更快更新 但有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很容易敏感 我有時候會想心急一點 就是用多一點 但它就會變成敏感 我試了這支除巴遮理 三四星期左右 終於讓我覺得 它真的會減淡了我的印 而最重要的是 它沒有令我敏感過 大家看看我的B4 是很糟糕的情況 是敏感 再加上暗瘡印 再加上爆瘡 是超級誇張 通常是愛它來去抖印 但它也有除巴和抗菌的功效 遮理質地 是讓那顆暗瘡借了你才可以用 其實遮理質地 它就不是完全吸收 我覺得它會有一點黏 所以我會用Q-Tip 控制好份量才塗上去 慢慢推開打圈打圈 讓它吸收一下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化妝 它相對果酸 真的去任務去得那麼快 但就會比較溫和 塗完就直接開始化妝了 眼底先塗遮瑕膏 這些抖印我都會輕輕遮瑕 用一些可以調色的遮瑕膏 再用一支越細越好的遮瑕膏 最深色的 放上面遮瑕膏 所以我會用膏 絲膏好呢 我真的很困擾 我覺得它很頂著我 但有人又說是此前中醫 是膏的位置 有人說是我的標記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眉看心色的關係 我會很快速上眉效膏 上學用什麼顏色的眼影呢? 我就很喜歡用這個MAC的Palette 他們的金色是神一般 上我的眼蓋 通常我都會控制我的眼妝在兩種顏色以內 大家看一下 是否誇張? 其實一點點不誇張 順便塗一點在我的眼圖 這樣就會同聲明 再塗一點紫紅色的眼影 一點都不亮 因為我想眼睛看上去比較有血色感 反而效果有點橙橙的 兩種顏色配合在一起 真是漂亮到傻了 輕輕畫眉型 先畫眼睛 先畫眼睛 塗一個比較橙色的 橙色是巨美的橙色 這樣就塗一點點 唇膏部分呢 我只會塗紅色的唇膏 雖然覺得很誇張 但是 血色必備的唇膏 在這裡 就是一個前一個後 最後一束都是向前 一邊捲一邊夾 我以為髮尾都要夾到 這些那麼直不甩的話 我就不會讓它繼續直 我就會向外 大家說我好像瘦了 其實沒有 因為我的頭髮遮住了 你看我的髮尾是巨大的 PIZZA 冷了就可以輕輕 再炒散 就是這樣 其實都蠻有彈性 因為我護髮有方 我收拾袋就可以上學了 出街上我只會帶唇膏和cushion 就已經完成了 眉毛出街 現在都蠻有彈性的 無法拍檔 為什麼? 也不應該是 好像也不喜歡 對啊 對 你知道這裡是 小禮拜 عل話 差點 對 要不要不喜歡 剪片給大家看 看到星期五 有多少功夫嗎? 超多 曰光好美 下到了 待會再拍片 轉眼間 來了天星晚餐 因為今天要去尖沙咀做一些實地考察的事情 差不多10點了 我朋友就今晚經過附近 記得車賣屋了 順便要教他剪片 好了 現在呢 我看到我朋友了 不想看怎樣 對啊 我在拍Vlog 因為今天我經常都要拍的 這是其中一個環節 想不到今天這麼多節目 其實平時是放了河枕回家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是特別多節目 好了 今天的Vlog就是這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